泰国国家警察总署发言人阿查永发言透露 此前一名中国女网红通过视频剪辑的方式称 在苏万纳普机场获得旅游警察的帮助 只需支付额外费用就可享受开放特殊通道 无需排队一试在泰国警界引发热议 经调查发现除了在游客视频中出现的三名警察外 还有一名检验围警舰的男子涉案 其在联络到中国游客后由于当入工作事务冲突 便利用其职务之便联络到苏万纳普机场的旅游警察 为游客提供便利 在2001年的泰国内阁决议中就已明确规定过 使用警车领形需得到国家警察局长授权许可 此项服务可向团队旅行开放 但并不会向私人游客开放 在部分社交媒体上 一些中国网友还表示 除了旅游时警车接机开路服务外 泰国还公开开展了其他许多特殊服务 如市管婴儿、银行开户服务 驾照服务、租车、租游艇、租别墅、保镖等 对于此类事件 泰国国家旅游局亚洲南太平洋地区副总监塔纳先生表示 根据泰国国家旅游局驻中国的五个办事处调查 中国旅游公司并未销售过上述所出现的特殊服务项目 泰国国家旅游局也从未出现过此类的特殊旅游宣传广告 因此当前也暂时没有相关法律可以断定其是否违反法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